这两年,拓拔云的势力日渐庞大,皇上又心意不明,想要争取摄政之位,恐怕没那么容易。 她是被人称为千古以后的冯太后,为了能够给自己的男宠报仇,不惜对皇帝下手。 即便是这样,后世对她还是赞誉有加,究竟冯太后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,能够让她在历史当中抹去污名而留下美名呢? 冯太后是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,是北燕皇族的后人,也是一位妥妥的公主。 据说在冯太后出生的时候,天有异象,仿佛五彩金光照耀大地,而在冯太后出生之后,她的命运却出现了极大的反转,本应过着幸福快乐,养尊处优的日子,但是她的家族却被北魏灭亡。 作为北燕的公主,自然是难逃一死,只不过当时念在她年纪还小,直接将她带到皇宫当中做了奴婢。 这一年的冯太后刚满十一岁,十一岁的小女娃能做什么? 或许就是因为觉得她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,因此没有对进行限制。 或许是老天爷终于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不容易,于是让她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真命天子。 此人便是她杀父仇人的儿子拓拔逊,也是后来的北魏文成帝,两人一见如故,私定终身。 当时拓拔逊选妃直接就将冯氏选为了自己的妃子,后来便将她封为贵人。 那一年拓拔逊不过也才十三岁,对于冯氏来说,她并不介意和拓拔郡在一起,反倒是觉得终于把握住了应有的幸福。 冯氏并没有因为是杀父仇人的儿子和对她心存芥蒂,反倒是一心一意地向拓拔逊学习。 拓拔逊也非常乐意交给冯氏一些朝政上的东西,冯氏学习天赋极高,很快便掌握了一些朝廷大事的处理方式,并且她发誓一定要做一代贤明的皇后。 陛下,你都忘了吗?是我扶你登基,是我临朝辅政,是我诛杀了丞相隐婚,如果没有你的母后,哪来陛下你的锦绣河山啊?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她是如沐春风,只可惜一直没能给拓拔郡生出一个儿子,成了她最大的遗憾。 作为拓拔逊的皇后,冯氏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,后来为了能够让冯氏有个名正言顺的儿子, 于是将李氏所生下的儿子拓拔宏立为了太子,由于害怕外基杆症,于是将李氏给杀死了,拓拔宏从小待在冯太后的身边,冯太后对待拓拔宏是如己出,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贤惠寂寞,拓拔宏也十分的信任这一位母亲,只不过这一切都在拓拔逊去世之后悄然改变,公元452年,26岁的拓拔逊英年早日,小小年纪的拓拔宏只能继承大统,刚登上皇位的拓拔宏, 自然是无法稳固这朝廷的,而且朝廷当中也有权臣想要把持朝政,此人叫做乙魂,当时的冯氏被尊为冯太后,她知道小小年纪的拓拔宏根本无法力挽狂澜,于是釜底抽薪,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,将乙魂给杀死了,最大的威胁被铲除了之后,所有人开始对这一位冯太后刮目相看, 一见女流却能出手如此快蠢寒,看来冯太后也是一个天生有政治才华的女子,为了能够让小儿子的皇位坐稳,冯太后索性垂帘听征一年半的时间,为的就是能够帮儿子扫清一切战来,冯太后为了能够让北魏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,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颁布,并且让拓拔宏坐稳了皇帝的宝座, 随着北魏的政局逐渐安定下来,冯太后也开始有些飘飘然了,冯太后在拓拔宏十四岁的时候,将朝廷的决策权还给了拓拔宏,自己择退居墓后,专心培养她的孙子拓拔宏, 我不信天,我不信佛,因为我就是大位的王,此时的冯太后不过才二十五岁,也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,对于当时的冯太后来说,她除了培养孙子之外, 更多的乐趣便是在后宫当中养男虫,由于北魏是少数民族,对于男女真操之事并没有如此看重,因此冯太后也不想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, 只要是她看伤的男人,就会叫到后宫当中服侍她,对于继位的拓拔宏来说,这就是当着自己的面给父亲戴绿帽子, 说什么也不能忍,于是悄悄地处去了冯太后身边的几个男虫,太后心想不就是几个宠物罢了,并没有太过在意, 直到拓拔宏对冯太后最心爱的男虫下毒手,当得知自己最爱的男虫也被杀害了之后,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, 利用自己的权势,逼迫年仅18岁的拓拔宏当了太上皇,并辅佐自己的孙子当上了皇帝, 此时的冯太后再度开启了垂帘听政的操作,年仅5岁的拓拔宏肯定是无法管理朝政的, 在冯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时,他也同意拓拔宏执掌朝政,国家大使可以由他进行决断, 除了管理国家大使之外,拓拔宏还喜欢到处出政,并且都是打败对方, 如此一来,拓拔宏在朝廷和百姓当中的声望再度崛起, 这直接惹恼了冯太后,冯太后对这个儿子实在是无法忍受, 于是便将他进行软禁,而后不久这个儿子就离奇地去世了, 在这之后由冯太后亲自辅佐自己的小孙子,此时的拓拔宏已经9岁了, 但是作为北辈政治核心成员之一,冯太后有自信把孙子培养成一代贤弟, 此时的冯太后经过了几年的积淀之后,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更加的优秀, 她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朝廷的措施,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, 对于那些大臣的管理,她也是十分的懂得中庸之道, 并且成功地培养了一群拼命以自己的亲信, 在冯太后的引导之下,拓拔宏的政治非常亲密, 也算得尚是一代贤君。